最重要的就是按下按钮 这个按钮部分两种写法 一个是 用Rise写 一个是用偶尔来写 当然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把这个地方改 本来是Rise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改成用偶尔也可以 偶尔的话变成你这边把它改成OR OK OR 这里面的话 Rise是抓它的字串 那 偶尔的话就是 你可以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打一个那个新北市 或者是什么台北市那你可以先打一个 中间这个条件或者是 或的话直接就是在这个后面再加个逗点 然后 输入那个什么这个第2条件台北市 第1个条件第2个条件 如果 那哪一个东西 啊 应该是 如果 应该是 或者 或者是 跟这应该是这个这个储存格所以这边的话要 把那个 户籍地 户籍地的话是 这边 然后这边 这个点一下 等于 加个等于 OK 他等于 或者是第2个条件 这样的位置 然后 然后 一样是这个 和 就是在and里面的再多一个和 不 相对这个逻辑也会比较复杂一点点 OK把打勾好了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没错 刮胡 又刮胡 然后这边后面少一个后刮胡 就是 and一个刮胡 这个是and的刮胡 这个是of的刮胡 OK 所以很容易打错 OK打勾 OK 基本上理论 应该是没问题 结果是会一模一样 只是说你的叙述 不过这里看起来 用 用race似乎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如果and里面有偶尔的话 相对的会复杂许多 OK 第一个 我们可以把 race部分 改成偶尔 OK 多一个 修改这个里面的 这个条件 OK 第二的话如果说我希望 把它写成VBA的话 那也是一样 两种模式 第一个是 当我按一下这个按钮 自动输出结果 那程式该如何转起来 那一样 for i 等于 第五列 再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需要 不过我觉得 最好还是写成用race 比较简单 那我从哪一栏呢 这个地方的话基本上 我是从 低栏 去抓什么 穿上的年龄 如果大于等于70 再从那个 一栏里面的 去抓什么 抓它 lapse 用race 两个字 去比对 是不是 北式 如果是的话 两个条件都出的话 那就输出什么 再居然输出 符合条件 那程式 撰写的话 这个我想前面都写 写的 应该 蛮多的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for i 等于第五列 第五列到最下面一列 i 跟 next 那我是强烈建议 各位将来在撰写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记 要把它说牌 最好是加上注解 OK 注解的话 当然 写得越详细越好 OK 然后呢 我们如果 D 栏 特别重要 我习惯上直接 这样写一个D 栏 如果大于等于70 and OK write 两个字 哪个的两个字 一栏里面的两个字 一栏 你可以看一下 一栏里面两个字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北式的话 那我就 then OK 特别重要 撰写的方法 then 符合条件 输出到哪里 输出 输出前面 要输出的东西 写在后面 那就是这个上面 这个就符合条件 反之就不符合条件 所以输出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 我们输出的结果 这个地方 先把这里面先 清 清除 这地方 先把它清除 OK 那执行的话 OK 这前面都有讲过 类似的 好 再来偶尔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写成偶尔的逻辑 就是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用right者 可是也类似于 刚刚我们写在 Excel里面 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用right者 我要用偶尔的话 不过你会发现 程式 就会复杂许多 哪个地方需要做变更 第一个 可能你需要 if 先判断什么 先判断是不是大于70 else 反之 反之对 特别说你会发现 衣服里面 还有一个衣服 为什么 因为你先判断是大于170 再判断什么 台北市 或新北市 那变成 潮状的衣服 OK 所以 这个写法 比较复杂 不过应该可以理解吧 先一层 进来之后 再判断一次 最后呢 符合条件 反之 不符合条件 所以已经进到这些 虽然他大于等于70 可是他如果不是住在台北市 或者新北市的话 那还一样不符合条件 OK 所以他逻辑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那当然将来写法的话 你如果很多逻辑 你可以一层 再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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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写很多层 只是说 这个 可能你可以是实际上情况 而定 OK 好 大概这两种写法 最后多一个清除 所以我们做完之后 不外乎就是一个 把它清除 这应该写错了 这应该清除了 那删除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 想想看好了 因为前面有讲过 删除那个 不符合条件的部分 OK 把它按下去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插入函数一样 就是说 会有一个所谓的 安养中心的函数 那两种 一种是 比较基本的 年龄跟户籍 所以你给它一个年龄 跟给它一个户籍 它会给你最后的符合不符合的条件 不过还是要点两下 制定函数的缺点是 按钮按下去就好了 但是制定函数必须还要自动自己在填满 那怎么样做出那个方选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个 一样是 插入一个 什么呢 程序 这个叫制定函数一定是方选 那名称的话 我习惯叫 就是安养中心 函数 OK 按个确定 那年龄跟户籍 中间加个逗点 就是 你要跟使用者要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呢 使用者会给你东西 那底下你要自己撰写 如果 年龄大于等于70 and right 特别就是我这边用right 户籍 有没有 因为他给你户籍这两个字 两个字 是等于 就是右边两个字如果等于北市的话 那就把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返还给谁 安养中心函数 所以特别是安养中心函数写在前面 符合条件 反之 不符合条件 不过这里我只有写一种 我没有写偶 因为 我觉得right比较简单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 你当然可以把它改写成上面这个 加个偶 我这个逻辑就比较复杂 好第1个 第2个是 如果我不要给两个条件 我要给 连续的 比如说这个连续是插入函数的时候 这个是范围 范围的话 给我两个东西 年龄 跟户籍一起给我吧 不要给两次 不然两次要点两次 这个时候呢 他会 丢给你一个阵列 两个资料 有点是反正你给我一个 但是你自己要回去切割 就好像你去那量饭店买东西 他全部给你 你回去你要自己分装 再慢慢分装 甚至有人为了省钱 很多 朋友一起买 然后最后再把那个分装 这样会比较便宜一点 OK 那有类似这种概念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前面有讲过说 你可以怎么样 再自己去切割 怎么切割 就是说你可以丢给那个 丢给一个a 丢给一个a 有没有 那a的话呢 他就是 一列 有没有 就是 a11的话 指的是这个 a12的话 指的是这个 前面是列 后面是蓝 OK 所以这个概念好像前面有讲过 所以我们比较快的 把这个叙述 把它写完的话 就类似像这样 后面的话呢 不用加逗点 直接给我一个年龄 户籍范围 名称可以制定 过来的时候呢 多一个 把这个范围先丢给一个a 所以以后 无论 反正你给范围 写法都差不多 就丢给那个a 那个a怎么切割 反正前面一定是年龄 a11是年龄 OK 切割来 前面的年龄 a12的话呢 指的是户籍 应该可以懂 反正前面一个两个 然后呢 其实写法都差不多 只是返还的结果 记得 这个函数的名称 因为多了一个范围 所以特别重要 因为 通常是把上面 附字贴下来 就忘了改这两个字 就会 回来的东西就没有 OK 好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如何 这个在 安养中心里面 利用VBA 两种形式 按钮跟那个 制定函数 因为有些前面都有讲过了 所以我会讲的稍微快一点 至于最后完成的结果 的 程式 云端上也都有 所以请 你们可以在云端上稍微再 找一下 应该有这东西 请不吝点赞 下转发 谢谢大家